教师到底在哪里 顺着箭头都走了两年半了 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去蓬莱仙岛呢 卧槽 就这 老师 你是数地数的吗 现在都开始打动了 毕刚 坐好上课 好家伙 我的座位还是地 哈哈 上当了吧 你竟然敢放仙人掌扎我 惊喜不惊喜 真以为我不知道呢 看我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别我错了 快让我上去 想得美 谁让你先搞我的 卧槽太渣了 我要受不了了 他跑他跳 他插翅难逃 这就是整股我的下场 回去再练两年半吧 教室两边有两个半门 而黑板中间还有多层门 都非常的危险 但是也有给老师准备的小惊喜 咱们爬到教室的上面 就在这里先玩会电脑 等着老师掏出来开机吧 这小子 玩拖了啊 我不就是开个小玩笑 真是太小心眼了 我这一个才拿到哪 教室里面怎么会出现弹门 龟弹门和坤弹门 那小子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坤坤 所以他一定藏在坤 这是想给我射成马蜂窝呀 真的没人管了 是吗 不对 我好像就是他的老师 那只能过来看看龟弹门是什么了 这次我得离远一点 这是汤姆的倒霉悲催 到底藏哪里去了 赶紧给我滚出来 看我不把你 果然还有隐藏门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里面怎么还有门 我知道了 这是个多重门陷阱 那我得小心一点 我就说吧 被我杀 不是吧 妈妈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一块钻石 幸好带了稿子 我得了嘿嘿 卧槽 不要妈妈 太奶保佑 不要炸啊 哦不 我才 这个倒霉玩意 真给我害惨了 不过这一大块钻石 算是到手了 接下来就是找那小子的麻烦 傻猫老师 我可都听到了 卧槽 你站好别动 爱爱 怎么肥事 啊 老师飞得好高呀 你个老六 哎 不是我杂雨起来了 好吗 完蛋 这 这个老东西也给我害惨了 这里也不安全 后面是我的最终龙蛋门 下面这个一眼假石头门 不会真的有人要开吧 希望老师不是那个傻的 不过老师要是赶过来 还会有你诗小可爱陪他玩 我先开会机吧 马蛋 树上怎么会有压力板 刚刚人还在这呢 一转眼又跑哪去了 最好别让我找到你 这又是个什么蛋门 既然有蛋 肯定有门 这下面的石砖 看着也太奇怪了 难道他都不知道 石砖只会在 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吗 哈喽 你马 哪冒出来 你马 是个假门 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去死吧你 所以真正的门在哪 难道是在上面 不管了 先试试再说吧 还真是 听你鼓刀了半天 可算过来了 看到我的那一刻 看到我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是个 刚刚他说是个什么 在玩会电脑 哈哈哈哈